马主防卫指挥部 二十五号上午举行的云台操验 模拟敌机零空 所有官兵第一时间警戒 并且对敌军发动防护射击 现场火光跟枪炮声相当震撼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形 可以看到现场包括炮声 机枪声四起火光跨过夜空 几乎马主北干岛整座岛屿 都听得见震撼声响 特别是操演一开始 抛出照明弹后 指挥官立刻下令开火射击 整座岛就进入警戒状态 再加上今年春节 临近的东营岛就曾发生 中国民航机敌机零空状态 因此让外岛的空防 格外受到重视 即便操演当天 马主当地弥漫着大雾 仍是给官兵一个模拟实境 敌军趁务来袭的机会 对空发动反击 就是要让官兵弟兄 能够随时做好 保僵畏土的准备 对空发动反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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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当地宣方entlich